你曾想过吗,就在加拿大这个横跨太平洋的国度,有着一座惊人的中国古墓,名为祖大寿墓,这座墓葬园主是明朝一位杰出的将军,他当年怎么也没想到,三百多年后,他的墓葬竟然被完整地搬迁到了加拿大,成为了他国博物馆的真品。 那这位将军究竟是何方神圣,仍赞于他是一代名将,曾经多次成功击败黄台级,虽然最后选择投靠满清,但这也是无奈之举,也有人批评他祸国殃民,不配为人子。 即使在今天,祖大寿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,尽管他已经逝去,但他的功过仍会有后人来评判,然而,恐怕连祖大寿自己也不会想到,他在去世两百多年后,他的坟墓多次遭到盗墓贼的侵犯,陪葬品被一扫而空,甚至整个将军墓都被外国人打包带走,送到了加拿大博物馆进行公开展览,成为了人家的镇馆之宝。 祖大寿,胜于1569年,祖于1656年,享年88岁,在古代,这已经是十分难得的长寿,然而,对于祖大寿本人而言,战死在锦州城下,或许比现在活得里外不是人更好。 原来,祖大寿的名字叫祖天寿,但因为皇帝下令不准以天歌为名,他只好去掉一横,改名为大寿,重振四年,皇台籍派兵保卫大陵合成,身为首将的祖大寿,硬是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,坚守城池三个月。 面对敌人的多次劝降,都不为所动,然而,梁氏耗尽后,为了生存,他选择了投降,帝民国京都,依靠祖大寿稳如山,然而现在祖大寿却选择自降。 这让皇台籍欣喜若狂,亲自出门迎接,并与祖大寿手牵手蒙氏祭天,还热情地安排人,给他替了金钱鼠尾,虽然祖大寿身在曹营心在汉,只是诈详,但他主动向皇台籍提议,要带兵去偷锦州,皇台籍欣然应允,然而,祖大寿去了之后,却坚决抵抗后金,即使自己的儿子足可罚可能会因此受难,他也在所不惜, 然而,大煞将轻,凭祖大寿一己之力,又能如何呢?终究只是晋人士,听天命罢了,崇祯十三年七月,皇台籍包围锦州,虽然有了援军,但是红城仇却被清军俘虏,借送到了圣经,无法提供任何帮助,这次,祖大寿坚守了一年多,城内再次出现了人相识的惨剧,他不得不再次选择了开城投降,锦州失陷,关外一片狼藉, 只剩宁远孤城,后患无穷,尽管祖大寿被封为汉军正皇旗总兵,且在满城受到了优待,但这些所谓的恩宠,并未改变他的内心挣扎,他曾试图说服外甥吴三桂投降,但并未成功。 之后也未再为满清出力,他的投降行为带来了恶果,后世评价他为一代名将,收官内,举官外,却是个两朝二臣,背弃前主,辜负后主,真正里外不是人。 而他不会想到的是,二百多年后,他的整个墓葬竟然被后人卖给了外国人,清末民初,中国可是极贫极弱,任人宰割的年代,列强如恶狼般。 基于中华民族的财富资源,对中国的文物古迹更是垂涎欲低,可叹当时的国人浑浑噩噩,对自身文化瑰宝缺乏认知,满大街乱挖乱绝,把宝贵文物当作没用的石头瓦砾,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副馆长威廉,就是虎狼中的一员。 威廉这个人,表面上看去儒雅斯文,对中国古代文明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痴迷,他梦想能亲自收藏一处中国古代贵族的陵墓,以满足私欲。 为此,他找到了一个所谓的商人,作为合作伙伴,这位商人,名叫克罗夫茨,他在中国经营着一间小小的皮货生意,表面上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商贩,对华人摆出一副清和有加的样子, 但实际上,这家伙暗地里的身份,可真是肮脏到家了,一个文物贩子,暗中在虎视眈眈,无时无刻不算记着如何将中华文物洗劫一空,1918年,这两个不怀好意的家伙遇上了狼狈为奸,他们很快就勾结在一起,着手策划如何才能将中国的文物掘走。 运回加拿大,谋取暴力,在县人帮助下,很快就锁定了一处宝地,正是明末著名抗清将领祖大寿的陵墓,贪婪的文物贩子。 很快找了一户姓祖的穷苦人家,假冒祖大寿后人,以修缮祖坟为由,拆解陵墓,为了不受其他人阻拦,这个狡猾的贩子,暗中送给清和县令一千块大洋, 从此,就再也没有人来管他这种亵渎祖宗,盗绝陵远的勾当了,一块块古砖古瓦,被徒手拆卸下来,那本应永垂不朽的陵墓,就这样被盗贼亵渎,眼间这祖坟鉴被拆毁,那些可怜的穷苦人,还为了区区几个铜钱而喜笑颜开,为了将陵墓中的文物无意遗漏地带走。 这个贩子可谓是费尽心机,他专门包揽了数辆大车,还对其中几辆进行了特殊改装,才勉强装载下这些沉甸甸的文物,就这样,祖大寿陵墓中的石碑,雕像,石门等一英古物,被这帮盗贼徒手拆卸下来。 打包装车,从北京一路向天津城运去,民国刚建时期,那段风烟四起的动荡年代,整个国家正是世古立单,溃不成军的景象,尤其是当年北洋政府,只割据一方。 根本无人把关,海关税务更是形同虚设,正是这般机会难得,贩子们才得以肆无忌惮地行窃,经过数百年的风吹日晒,陵墓中的石门石像,却保存完好如初,重达一百五十余吨之多。 这批宝贵文物,就这样被贩子们如同贩卖杂货般,从中原内地一路运往天津,再装上货轮,横扫重洋,一气呵成,运抵了加拿大。 等到这批文物运回加拿大后,当地博物馆暗途施工,耗费大量人力物力,终于将它们原原本本,组装成一座宏伟的古陵木景观。 石门,石桌,石客,坟秋,应有尽有,工艺之精湛,气魄之雄魂,令人叹为观止。 当你仔细端向那座气势磅礴的石门时,正面所雕的是一对祥林成祥,栩栩如生。 回身一看,石门背面则是两头雄剑的雄迷,鹦鹉不凡。 这分明是明代先贤对于文与武的期许,石门两侧,还雕刻着一文一武两个人像,一个儒雅文士, 一个鹦鹉将青,行神兼备,而在石门之前,还摆放着几头雕刻精美的石驼,这正是明代十七丞相将军陪葬的象征。 可见,这座陵木的主人当年地位不凡,而在石门的对面,还有一座石桌依旧毅立,远远望去,庄严大气,气势恢弘,整个陵木的布局依旧保存完好, 由石门、石雕壁、石桌、坟丘宝丁等部分组成,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年明代贵族墓葬的雄伟。 细细观摩这些精美绝伦的石雕艺术,更令人感叹明朝是何等的强盛文明。 近些年来,围绕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这座祖大寿陵木,出现了一些新的推测和质疑声音。 有人根据出土墓志明等实物线索,认为他可能不是祖大寿本人的陵木,而是其后人祖泽润的安息之所。 无论是祖大寿或其子孙,作为明末抗清的英勇将领,其墓葬,竟然被贩子盗绝,远离故土流落他乡,成了外邦人的赏丸之宝,实在令人扼腕痛惜。 为了将墓园里的这些珍贵文物统统带走,克罗夫茨可以说是煞费苦心,专门花费重金,包了好几辆马车,并对其中一些做了专门改造,才将文物运离北京,一路朝着天津行去。 如果是在政局稳定的国家,克罗夫茨想要偷偷地将文物运出国并不容易,偏偏遇到了混乱不堪的民国, 而且还是北洋政府时期的民国,海关什么的基本上形同虚设,克罗夫茨的这些文物很轻易地就被送上了一艘轮船,然后飘洋过得地前往了加拿大。 巧合的是,当时加拿大多伦多刚刚开设了一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,博物馆方面正为藏品太少。 吸引不来游客而头疼呢,一天克罗夫茨从神秘的中国运回来的一座墓园, 当时就来了兴致,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之拿下。 经过一番洽谈之后,安大略博物馆以高价买下了祖大寿墓园时刻,专门开了个展厅来展览, 一切布局都参照在北京时的模样,分毫不差,时至今日,百年过去。 祖大寿之墓仍然留在加拿大工人升官,近些年来。 有人认为,加拿大所藏之墓可能并不是祖大寿本人的墓,提出应该是足可法的墓。 还有人根据1993年永泰庄墓葬遗址出土的墓制盖中封显考, 近光禄大夫顾山俄真家伯爵因熙祖宫墓指名一句, 推测加拿大所藏的应该是死于顺治16年的祖泽润的墓。 不过,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,祖大寿本人用明朝风格的石像生可以视为满清队祖室家族的拉拢, 但祖大寿的几个儿子,除了跟着吴三桂造反的小儿子祖泽清, 基本上忠于清朝的,尤其是足可法,在卖国求荣方面可以说做到了极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